削骨手術 改變骨頭形狀 改變骨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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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移除部分骨頭 大家最常聽到的大概就是 第一個拳骨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下汗骨 尤其是下汗角這個部分 現在都喜歡流行是小臉 希望把臉變得比較小 這我想是消骨手術 一個最大的適應症 就是說大家希望把臉變得比較小 那當然還有其實眼神的問題就是 臉變小就一定比較好看 這是另外一個部分的問題 那顴骨的部分的話 能夠安全改變的顴骨的範圍 大概在這個範圍 顴骨頓 通常手術是做一個顴骨頓內推 那顴骨體減少 往後或者是往內 讓這個顴骨在臉上的 橫向也好 或是往前 尤其是這個45度角這個地方 讓它變得比較小 那至於說下汗角的消骨手術的話 主要改變的是下半年的形狀 所以一般現在 如果一旦要做這個下汗角的消骨手術 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不只做這個腳 還要一路往前 至於說下巴的話 因為它是影響臉型一個非常重要的部位 所以在考量臉骨手術的時候 下巴結骨 不管是延長啦 或是往前 往後 甚至改變這個中軸的對稱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手術 消骨以後臉就瘦下來了嗎 理想狀況是我們把骨頭減少 那臉的軟組織跟著一起往後退 那它就會很明顯的造成臉部變小 可是有時候實際上並不是這麼理想 尤其是年紀越大的時候 當你皮膚鬆弛的情形越嚴重 消骨能夠改變的就 弧度就會比較小 也就是說你往後退 皮膚並沒有跟著1比1的往內縮 所以 消骨手術在35歲之前做是一個比較理想的 但我們臨床上確實也有做過5、60歲的 那通常這些一定要配合 把皮膚拉緊的這個動作的手術 就同時消骨跟拉皮 或者是消骨 那至少要做到埋線這個部分 會在35歲以後會比較強烈的建議 那至於說消骨以後 臉瘦下來就好看嗎 這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審美觀的問題 審美觀其實 常常一兩年 三四年以後 每個人的想法 大家的想法有時候會改變 因為我們並不會認為說 把骨頭弄得非常小 那就一定非常好看 實際上 我們還是會建議就是 維持一定的比例 依據每個人5個 還有臉部軟組織 這些肌肉 皮膚狀況 去做不同程度的消骨手術 臉部的比例平衡 還是非常重要 我們叫做骨骼腹位 它其實就是骨折 我們把它推回原來的位置 消骨手術的話 它確實也是把骨頭 在這個地方做一個骨折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做一個骨折 然後把這一片 這個全骨弓和全骨體 往內推 或者是往內往後 或是往內側 往後往上 這樣子 它也是做一個骨折後的位移 顏面受傷的話 它其實是反過來 因為它受傷過 造成這個骨頭位移 我們是把它複位 所以這兩個是不同的 那注意說下漢角 我們常遇到的並不是說 這下面斷掉 而是下漢骨的骨體這邊斷掉 或者是各個位置的部分斷裂 我們去做一個複位 臉部受傷的機制不一樣 它就是一個骨骼的被破壞 簡單講它是一個骨折外傷 我們還是會依照一個基本的臉部比例 比如說中臉跟下臉的比例 上唇跟下巴的比例 側臉就是上下顎突出的程度 下巴突出的程度 甚至咬合的狀況 我通常是先以臉部的中軸結構先看齊 這部分也會牽扯到真鵝手術 下骨手術的話 要做的臉部、屏幕 第一個是比例 第二個我也會看咬合 第三個會看 上下顎跟下巴相對應的位置 比如說前凸或後縮 最後我才會看說 這個全骨體的大小 那這個全骨弓它的角度 再來就是看這個下鵝角的大小 下鵝角外展的情形 下漢骨這個骨體的厚度 因為我們亞洲人也常在這個地方是比較厚一點 然後當然也會看一下下巴 除了這個以外 還要評估的就是皮膚彈性 年紀、軟組織的情況 最簡單的就是脂肪 因為有一些人其實臉部他覺得臉大 實際上是脂肪層也蠻厚的 或者是說我們講的這個脂肪墊 可以經由拿掉脂肪墊讓臉再看起來瘦一點 最常見的就是我們講的厚道 厚道也就是說你下排牙齒跟上排牙齒 當對的位置是下排牙齒在前面 另外比較常見的就是爆牙 上下鵝都比較突出 另外一種就是下鵝後縮 我們上下鵝咬起來的牙齒應該是對在一起 下鵝後縮的話常常就會遇到下排牙齒後縮造成一個牙齒 就是深咬的一個咬合狀態 下巴就會通常會看起來比較短 症餓手術要能夠達到的效果就有兩樣 第一個就是改變臉型 第二個就是改善咬合 症餓手術在做評估的時候 都是依據這兩個很重要的就是咬合和臉型 症餓手術的話 如果手術後不滿意要看不滿意的情況 當然是可以消股 甚至我們也有操作過症餓手術同時消股 因為消股基本上是做在這個外側的 這個顴骨跟症餓的位置雖然很近 但是是不一樣的位置 是可以同時做 但要看手術中的情況 手術中出血量 還有手術中患者的情況 來決定要不要同時做到這麼多 症餓手術侵入性跟風險比較大 所以會以症餓手術做優先的評估 那如果症餓手術做完之後 臉型你覺得還不滿意 當然是可以再做消股手術 但如果你是症餓手術以後 咬合有問題的話 基本上是要重做症餓手術 消股以後再做症餓 可能會造成一些症餓操作上的麻煩 尤其是在這個下汗骨這個地方 因為如果消股手術將下汗骨磨掉太多 會造成症餓手術的困難 如果是有症餓手術需求的患者 基本上會建議優先考慮症餓手術 其實最大的基本上通常就是出血 手術中的出血 或是術後的出血 報導 大家其實都看得到 就是說曾經有的消股手術 造成生命安全的問題 症餓手術 其實是因為這個臉部的骨骼 還有神經血管其實是相當複雜 我們其實做症餓或消股 是在一個骨頭能夠健康安全移動的範圍 盡量做到最大 所以它其實確實是 相對於其他美容手術來講 它的風險比較高一些 那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在手術中的出血 手術後其實問題都相對沒有那麼嚴重 那症餓手術的話 神經的問題 下唇的或下巴這個皮膚的感覺 有時候會比較遲鈍一些 但這不影響到日常生活的功能 吃東西的講話 做不了錢都沒問題 那別人也不太知道 你這個地方 感覺比較鈍 其實別人是看不出來 術後還有另外一個 印發症的話是 骨頭癒合不了 所以第一個做到比較扎實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骨骼 它是一個立體構造 手術設計做完之後 還是要將骨頭能夠盡量的對在一起 讓它自己長起來 在熟練醫師的操作下 讓你適當的懷念 因為這樣 就我們自己有在做的 是相當安全的 症餓手術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它是改善咬合和改善臉型 如果就改善咬合這方面的話 其實它就是跟牙齒角症 它是在一起的 症餓手術是將骨骼帶著牙齒 做比較大的移動 矯正的話 就是做這個細部的調整 只要你是有咬合的問題的話 標準傳統的做法是 先矯正半年到一年 然後再手術 然後再矯正半年到一年 目前的潮流是盡量縮短 手術前的矯正 就是戴牙套的時間 讓它盡量減少 矯正到一個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去進行症餓手術 骨頭大方向做好之後 在後續再慢慢矯正 原則上我們現在有一個叫做 手術優先式的症餓手術 其實就是戴了牙套以後 就去症餓了 然後剩下全部都放在疏後矯正 那這種情形也是第一個要看 患者本身牙齒的狀況 第二個就是要看 醫師對於這個手術的設計 因為如果牙齒太亂的話 基本上也不見得每個都適合做 手術優先式的 我們手術優先式的症餓 兩天三天戴上去就可以手術了 臉部最重要的功能其實就是社交功能 第二個就是辨識某個人 傳統在整型外科手術 它就是讓臉有社交功能就好 但是現在因為美容手術 大家對於美的看法不一樣 所以臉的要求是 比這個基本功能在高非常多 因為它要不只是社交功能 它要能夠有吸引力 臉美不美這件事情跟小不小 這個不是畫上等號的 還是要有一個很好的協調性跟比例 那我臨床上最常遇到的就是 覺得兩邊不對稱 這邊可能顴骨高一點 這邊顴骨低一點 這邊臉大一點 這邊臉小一點 下巴可能偏左邊一點 右邊一點 眼睛這邊大一點小一點 其實我們正常人都會有一定程度的不對稱 它的不對稱可能是 不是只有左右上下大小 它還有一個立體 甚至角度都不一樣 一點點的不對稱 實際上是我們講叫有趣的臉 比較沒有那麼單調 所謂的我們講過度追求臉型的視覺 就是這邊多一點那邊少一點 在它心裡面認為這樣不好看 實際上當你真的花了非常多的力氣 做到幾乎都對稱的時候 沒有特別好看 沒有因為這樣子加多少分 然後你會花了非常多的力氣 包含精神上的壓力 醫師跟醫師溝通的時間 手術的恢復期 那可能做了一次又做第二次 最後搞到後來 可能旁邊的人也不覺得你有 真的改變得很大 或者是變得比較漂亮 像這種東西我們都會 盡量保守的跟想要做手術的人講 比如說覺得臉部不對稱 或是覺得臉太大 有一些情形是 我們已經把骨頭做得非常小了 皮膚的狀況沒有辦法跟上 所以他還是覺得臉大 這種情形也蠻多 那這些人 後來有一些人會接受拉皮手術 那另外就是說 他又再去尋找別的醫生 想要再把骨頭弄小一點 這種我們臉狀傷也蠻常遇到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